為了比別民眾佔用停車椅 婚臨的到路 從今年四月開始收費 但是不是請人開單收費 是用手費還是手機來納費 對一些老大人來說 他們不會要適用 是很困擾 所以也承認說 管政府也應該要檢查改善 不過民眾要用停車費 要通過手機的APP 對處民眾有不同的看法 有民眾說 處理的時段在家六市開停車後 因為沒有用APP六支 後來刷入要保留的通知段 結果去四大朝鮮 也不可以保留 作成困擾 到路市公所標示 如果要在朝鮮落停車費 就要先由分寧管府和朝鮮 說好幾倍的費率 對處管府港部處標示 要求客由沖上改善 減少民眾六支也不方便 也說雖然不正事意 所謂支付為主 不過停車家的附近也都有設定 糾索現金的六支台 民眾可以多利用 比喚超過六支的機閃 記者 王維香 歡迎報導 附近中 感谢您的观看